謝謝主持人,局長,周老師,郭老師,各位仿災界的前輩大家好 其實我今天來這個題目是周老師給我的 我接到電話的時候,周老師的助理跟我說 周老師希望你降以分歧的調整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在去年開始,店長就指示降以分歧 看起來對民眾是無感的,市場局當然就非常努力的在做這樣的調整 那在調整的過程當中,當然我們防災界有非常非常多的意見在這個裡面 那這樣的調整最後在9月1號要實施 但是這個調整的結果呢,當然我們防災界還是有很多的沒有達到它的滿足 但是這裡面畢竟涉及到他們自己作業的能量 所以我今天呢,大概會針對過去的一些極端降雨事件 跟這樣的一個調整之間的關係 做一個說明,最後呢,我會把我們NCDR怎麼去面對災害管理的一些發展跟技術 做一個分享,那這裡面當然還包含我們希望能夠推廣給水保局 來自我防災有使用的一些原件 這邊來做一個說明 這裡大概是開場來了 因為剛剛其實在發哥後面講演講師壓力很大 因為他剛才講的都講完了 那台灣的災害其實我們從幾個事件來看 我們看這樣子的 1963年的隔禮 隔禮呢,他的雨量累積量大概1000 在北台灣 然後赫波台風呢,這個大家熟能想的1900多 這個大概三天的雨量 那向神跟陶氏,陶氏大概水保局最有感覺 陶氏完了之後呢,大家才知道 什麼叫做體事業 誰有多可怕陶氏還是 那這個當然也是雨量所造成的 那那裡台風其實在台北 讓我們知道台北地下化的這個豐富 那一場好雨呢 就可以讓我們的這個台北市地下化造成重況 那這裡的雨量也超過1000 那莫拉克當然不用講 莫拉克對NCDR來講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那過去幾年,我們從2001年開始 我們正常把規定 我們進駐一面中心之後 我們常常在講我們以科技防災 這個到2009年 我們已經有一個初步的成效了 那在2009年莫拉克就把我們科技防災的 所有的成果全部都打掉了 那2009年以後 我們等於是科技防災的重建 一直到今天 那莫拉克呢 兩天接近三千的雨量 一天一千,三天大概快三千 那好雨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我們常常講 就是氣象好像是防災的最主要單位 但氣象常常提供的訊息 我們在防災的應用上面 好像有一個梗 原因是什麼 其實我們不能把雨量跟災害 畫作很好 好,我常常講 好雨的災害是什麼 好雨就是好雨下來有人住的地方 不然就是有人跑去,有好雨的地方 好,這兩件事情如果發生就是災害 那當然我們的河流是有限的 那雨量過大的時候 它一樣是會災害 那另外 常常水流的時候它要復工一半 那個引來的泥跟石 就是照樣子水流 所以 這樣的一個災害的發生 其實 雨量只是一個虛實 它不是絕對的一個條件 那所以常常我們會講說 喔,災害發生的原來如此 我沒有想到 那摩拉克這個雨那麼大 然後呢 我們沒有想像它雨會有那麼大 然後 雖然模式裡面告訴我們 有些訊息訊號 但是呢 我們沒有把這個訊號畫為行動 剛剛反而講 所有事情都要轉成行動的準則 那這種狀況下呢 其實就是災害的概念 那 回到西上的議題 其實好雨的類型 大家兩個 一個是剛剛我們常看到的 長岩石一將 那下面那個呢 短岩石鮑魚 就是發哥剛剛提到 從今年開始 我們的一個重要的挑戰 那它每一次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官員都要出來道歉 所以 這個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在整個防災的 處理 或SOT上 其實它 目前的能力還是有限的 那 看幾場 我們 索仁仁仁仁的一個 短岩石鮑魚 2010年的燃機 這個 它大概是在 很短的時間裡面 就這個時間 然後下了一個很強的雨量 然後造成了 這個 富澳地區的一個大煙水 這裡面也有一個 呃 當時 判定 初步判定是 土石流的一個 一個 一個災情 然後 呃 20 另外兩個就是 跟首長睡眠有關的 災害 2010年的 凡納 跟2008年的 卡梅基 都是首長在 這個 還沒睡醒前 發生災害的情形 好 那它的雨量 來得非常快 非常急 然後非常的動 所以 這幾個大概都是 在台風期間 跟 呃 短岩石鮑魚的關 好 那另外一個是 2014年 這個 其實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去訪問了 消防 救難的消防員 然後我問他說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新聞出來之後呢 媒體就在罵 說消防員的 救災 問題 好 然後呢 造成的那一個 這個事件是這樣 2014年5月15號的大降 那它在很短的時間 大概是在7點鐘開始 就開始下雨 下到了9點 這個是9點多的時候 這個雨量呢 大概是太重了 局部的一個降 然後 7點多的時候 有一個媽媽 就帶著兩個小孩 開著車子 就進到了這個 這個地下道 地下道沒有空 然後呢 進去之後才發現 裡面都是水 那這台是小馬徐 小馬徐在水裡面呢 它的樣子就會變成是 因為引擎在前面嘛 猴重腳心 整個車子裡面是關起來的 所以空氣在裡面 它可以半補半層 在那個地下道裡面 這時候去水慢慢淹了 媽媽在前面 不用綁了安全帶 它只能做 它只能把小孩 往後面 推到那個後面去 救傷人員到了之後呢 它這只能破窗 破窗之後 小孩拉出來之後 破窗之後 車子的空氣就沒了 車子就沉下去了 媽媽呢 在安全帶上就滅滅了 這個事件大概是這樣 當時 消防員說 他們穿的滅火的那個裝備 它是混得進去的 所以他必須要換裝成 這個水中救難的裝備 所以在時間上 換裝的時間上 是有一些些 必須要耽誤的時間 但他們去的時候 他們只能做的是 破窗的破窗 所以造成母親的 離難 但是 這個狀況呢 其實在 預警上面來講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短 延期的影響 風前的一個 類似 我們講的 就是忠實不系統的一個 降彈 影響的一個情形 那 當然在防災操作上面 地方政府 沒有封 沒有封路 沒有做這些事情 我們可以去檢討 但是呢 這個事件呢 純粹是短延遲強降的 反應不止 所造成的 台灣的教育其實 它有南北的差異 它也有時間上的差異 好 那在西半部 其實很明顯的 其實我們在台灣地區 就是有一個訊息 訊息大概是 五月到十月 然後我們大家都很忙的時候 然後 在西半部來講的話 其實 南部地區這個情形非常嚴重 北部的話 在冬季還有一些些降雨 那 雨日的部分呢 南部大概就是 Follow整個 訊息的一個降雨情形 那冬季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 你知道 多的降雨感的 這是它的一個特徵 這是它的一個特徵 那我們每年呢 Follow這樣的一個特徵去做防災的整備 大概是足夠的 但是 跟災害有關的降雨呢 這個是 盧孟明 就是西漢局的研究員 盧孟明 剛剛做的一個研究 那過去我們在做雨量的分析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是把等級拿來看 那 它其實是 最早在氣象局裡面 嘗試的用氣候跟整個災害去做 做有關聯的一個研究 那其實從 這張圖的裡面來看 它不同的延時 不同的 一小時 兩小時 不同的延時 它的結果呢 就是 紅色的部分是由颱風造成的 藍色的部分是由 非颱風造成的 所以我們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大致上在台灣跟災害有關的 這個事件都是跟颱風的關係 但是短延時的部分 一二三 四到六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藍色的東西 存在 這個呢就是跟 非颱風是有關係的 所以 這樣就告訴我們 長延時 大家就去看颱風的片 短延時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呢 有很多的訊號在裡面 是我們還沒有突破的地方 那這是我們 陳永明博士 過去一直在做的一個圖 那這個告訴我們一個 好像 跟氣候變遷有關的 的 的 這個訊號 但是呢 現在有很多西藏界的 老師們 其實也在否定這樣的一個 一個結果 他只告訴我們說 強項似乎在 逐年 在這近幾年 是越來越多 當然這個 這個不見的是 完全跟氣候變遷是有關的 但是這個現象是存在的 那我們從這個 是 這個 黃色的降雨 是我們的 這個 中雨量 叫明均 然後灰色的部分呢 是颱風降雨的 當年的颱風降雨 那 這個是他的百分比 我們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颱風降雨的百分比 似乎 有在增加的一個情形 那增加的幅度呢 從原來的大概15% 增加到 這個 這是回歸吧 回歸到最後呢 大概可以到25%到30% 所以那個 颱風降雨的降雨 似乎他有 增加一倍的一個情形 所以對我們來講 這個就是 可能這些都會集中在 一個 災害事件裡面去發生 所以 對我們來講 似乎 災害的風險好像 在這裡面是 越來越嚴重 那 有以上的這些 我們應該講 需求 或者是目標 那 NCDR 在 我接氣象組組長 到現在已經第三年了 那 人家常常忘了 我是氣象界的一份子 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這三年裡面 我們從事了很多 非氣象的工作 我們去做了 氣象跟 災害的LEAK 連結 那我們 嘗試的把氣象的產品 去服務到 災害的單位的 直接去應用的這個部分 所以 在這裡面 我們大概有兩件事情 可以在後面做分享 第一個 我們嘗試的把過去 剛剛發哥在講的 他們那個 事件的部分 我們做一個重新整理 我們把 1990 自動輿量戰 有之後的 所有的 理量 我們重新做一個分析 我們把過去 可能造成災害的事件 的日期全部滿了下來 然後我們把這些日期 去做 類別的判施 分析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叫做 集關降雨實驗部的研究 這個部分 我們在過去 是嘗試的 把幾個 我們自災型的天系 去拿出來做分析 那在這裡 我可能很快的 去介紹一下 我們這樣的一個 目前的成果 那 氣象局的定義 在過去 9月1號以前 9月1號很大 現在的定義 大概是在 日禮量打5 10mm 然後 10禮量再超過15mm 這樣的一個降雨 稱為大雨 然後 130毫雨 250是大毫雨 350是超大毫雨 好 那這樣的等級 其實我們在災害分析的時候 常常是 不見得 直接有連結 就是說 一個地方如果 這個 這個 平均下350 可能局長可以 就 回去睡覺 沒問題 因為他的那個 降雨的強度 跟那個 造成的災害的 那個衝擊 可能就沒有那麼大 但是呢 如果他很短的時間 下350 瓜哥可能就已經 跳腳好 受不了 水律署 書長可能已經 在營營中心裡面 待遇 那我們就 嘗試的去了解 這些降雨的強度 在不同的延期 的一個狀況 這個也是 盧孟明博士他們 在過去 針對台灣的 這樣的製作分析 他怎麼做 他把超越機率 他們做的兩件事 一個重現期 一個超越機率 那超越機率 是比較簡單 就是他把所有的 一定要做排序 排序完之後 取前面的1% 當作是他的標準 那我們可以看 不同的延時 他1%的強度 大概有多少 1小時大概是在50個命令 3個小時大概是90 6個小時大概是120 然後12個小時大概是 將近180 然後這個24小時大概是200左右 那這是1% 但是過去我們做災害研究的時候 1%的強降雨 很見的是一個 自災降雨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們嘗試去定義每一個 每一個小時的 每一個延時的一個標準 那我們這個做災害 做雨量的預報或雨量的監測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Follow 各單位防災的一個警戒的標準 所以呢我們把所有單位的警戒標準 去做了一個整理 包含了水利署的 包含了水保局的 然後包含了最近的零件數 我們把標準都 每個地方的標準列出來 然後它就會有1小時的標準 3小時 然後6小時 12小時 24小時的標準 然後跟我們在SDR裡面呢 有些研究呢 去做一個整理 之後大概可以列出來 1小時最大的那個peak 就是大概60mm 然後3個小時大概是110左右 然後6個小時 然後12小時大概200 然後接下來是24小時 那它對應的災害別大概就是在這裡 前面短煙石是跟淹水管 長煙石開始跟波激災害事管 那於是呢我們要定義選取個案跟日期 做做所謂的事件分析的研究 在雨量資料裡面 在氣象局的雨量資料裡面 1小時的雨量呢 它的誤差非常 它的... 就是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它1小時的資料庫裡面的雨量呢 有很多的誤差值 我們後來去分析的時候 它其實是根據當時的觀測或系統 造成一些誤差 它甚至有發生過說 它1小時發不出去 累積了3個小時 它把它發出去 可以一樣變得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 在我們的研究裡面呢 我們就 嘗試把這個東西 列出來 但是我們不用 原因是 我們沒有辦法在裡面去做 Bias Corrine 就是 這個 這個系統性的 校正 這樣的工作 但是3小時以上呢 它因為它發佈的時候 3小時它1次發 那3小時可以 可以用 所以 下面我們大概會 以3小時 6小時 12小時 24小時 當課是我們在選舉時間的一個基礎 那我們 我們也嘗試做一件事情 就是過去我們在做災害 在 幾戒指的 這個 這個 檢測的時候 我們發現警戒指跟 千分之五的贏量是分的 它不是跟百分之一 就是 部分的贏量是跟千分之五 甚至有一些是到千分之一 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把 這個超越激勵千分之一二三五 我們把它列出來之後做了一個分析 好 因為贏量站 其實它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贏量站它有 這個時間長短 有些時間比較短的時候 有千分之一是比較後面 就是 千分之一做不出來 太少了 然後呢你的量呢 就會有些誤差 所以呢 我們呢 嘗試的把這些 畫出來的線呢 再去找它的前面的十分之一 然後來做處理 所以就定出 所謂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參考的情況 然後呢我們就把 極端事件呢 稍微做一個定義 三小時130 我們就發了氣象 過去的標準 去做一個比較方便利 三小時130 六小時200 然後十二小時呢 大概是在350 二十四小時 應該大概是600 但是呢 因為 我們反正取350 或者所有的事件 六百年在裡面 所以就是用這樣的 預料就來做 那我們希望 去了解的是 對應到這些災害庫 那因為NCDR過去有一些災害資料庫 所以災害資料庫裡面呢 會有這樣的一個時間 或者是地理 但是因為它災害發生跟 呃 絕對的時間是有多差的 所以呢 我們嘗試要把這樣的事件 去跟災害 去做連結 那我們就把雨量去做一個 從這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短延遲強降 雨量站出現的一個位置 那 一個小時50 大概是 各地方都有 然後 如果是三個小時130 呢 這是五次以上 所以呢 大致是可以延正 這個山坡的邊緣出現 那這些地區呢 其實都跟 思考行政 夜館是有關的 那 六小時200 長東 長岩石樣雨的部分呢 其實 從這裡看 我們有幾個基 這個極端區 伊蘭地區 這個 竹鳥地區 然後呢 阿里山山區到 這個高平地區 它呢 會是比較耗發 這樣一個行程 如果雨量再往上走 12小時350的話 你會發現 大概就是這個區域 甚至 24小時再600的話 就跟我講的這個區域 這個是它 號發 所謂的長岩石降雨的一個區域 那這些資料 做完了之後呢 我們做了大概 二十 從一九九零年到 今年 去年的做完了 今年還在做 所以大概有 二十四年的資料 這些二十四年的資料呢 我們就把所有的事件 全部 日期都有 有了之後 我們要判定它是 什麼事件 其實難度很高 原因是 我們看氣象局的 天氣說 常常它只講到了 台灣 西半部 猶豫 它沒有講它是 什麼樣的 控制性 因為 在當下 沒有辦法做 要好的判事 的狀況下 它會這樣行 所以我們回頭去找 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很難去判事 很快的去 把這些資料收集 所以變成 我們要用人工的方式 重新去分析 這樣的資料 於是呢 我們把所有的事件 分完之後呢 我們把它割裂成 十二等事件 這十二等事件 大概就是 我們在防災的時候 常常聽到的 十二等事件 包含了 海風 包含了 避亞 包含了 西南溪流 包含了什麼 梅雨啊 包含了 這個 這個 華南英語帶啊 那當然還有一些 是我們 看別不出來的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到 有春季秋季夏季透季 好 那是 暫時判不出來 我們把時間放 那最後呢 我還會再想辦法 做這些資料放 那所以 所有的事件呢 我們都標定了 這個 這個 天氣的 這個說明之後呢 我們就建立了一個 完整的 極端降雨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呢 各位如果有興趣 要用它的話 你只要告訴我日期 我就會告訴你說 它的那一天 哪裡有下雨 多少雨 什麼事件 這個呢 對我們在做房災的時候 有一個好處 就是剛剛 巴格麗在講 他們的類配事件的指頭 就是說 這個 哪一個地區 我們甚至可以 以地區來做所有的 譬如說今天我要找 屏東地區 它下雨的一個情形 所以它就會 羅列出它的歷史的事件 那透過這個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在房災上 去找到重點 甚至呢 我們今天所面對的 可能是一個海峰 可能是一個新南新聞 在什麼地區 是我的一個重點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這裡 去收到了過去 類似的一個事件 然後來做一個整理的分析 那這個資料庫已經見完了 嗯 我們為了要推廣 讓大家使用 我們今年呢 嘗試做一本書 這本書呢 今天在這邊打書 這本呢 我們把每個縣市的事件事物 去把它羅列出來的事件 呃 氣象局在做 雨量的一個 那個書籍的時候呢 它是 重複事件 所以呢 常常一個地區的降雨 都是摩拉根 一個地區的降雨 都是 納利 那我們這裡呢 嘗試的把不同的事件 去列出來 重點是事件 那我們每一 每一天呢 都會有一張這個 這個圖呢 它告訴你說 它是什麼樣的事件 什麼地區有 情緣降雨 好 所以這邊會列出來 然後 這個我們主任要求 這個圖大家看得懂 比較大 經濟圖比較小一點 那這裡面會有一些說明 然後呢 會有雨量站的一些資訊 那這裡面呢 我們嘗試 今年做這本書 然後他就會 呃 在那個書裡面去做 做一個呈現 那 大家如果說 有興趣做 這個歷史查詢 你們通過這個書 就可以去找到 你要找的一些資料 那 這本書 我們大概是 以現實的事物來做一個標準 然後 他會把所有的細件做出 那 一本書 我們成本大概300塊 現在我還在找錢 所以 請大家期待 然後 印完了之後 我會再送一本給那個機長 然後 實際上幫我們執政 這樣 最好是大於用 然後 從這些事件裡面呢 大概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 所謂的 極端 前十五名的事件 大概 百分之五十二是 口風造成的 好 然後百分之十六呢 就是因為梅雨季的封面造成的 然後另外呢 還有幾個 其實包含 東北之峰共辦 大概有短期八 這一個選項 所以 這裡面總共我們羅列了一百八十三個事件 八十三天的事件 大概有九百二十六的資料 那在 月份的部分呢 還是訓息的根本 然後呢 不同的年份 其實是有多多少少的一個訓息 就跟年紀變化是一般的 那這些資料其實都在書裡面 可以移共 那我們也嘗試著把每個縣市 容易致災的一個天氣世界 去做了一個板 做了一個板 前幾個一個一個一個分類 像北部地區大概是 颱風、梅雨、共辦 是北部地區的一種 那南部地區呢 大概是颱風跟西南線 那東部地區呢 梅雨、封面、共辦 大概也是東部地區的一種 所以在每個縣市裡面 它都有這樣做 然後這一張圖呢 是告訴我們說 在每個縣市裡面 出現前五名的兩載市裡面 所以呢 這些位置大概就是 比較泡拔幾段降的一個 地區 然後我們也把颱風呢 去做了一個分析 就是說 如果不同縣市 在這個影響裡面呢 大概是幾類的坦東為主 像西半部、天北部的地區呢 大概是二類坦東是主要的一個 造成強大陸的情形 然後如果是東部的地區呢 大概是三類坦東為主 這裡面大概就會有一些 然後我們把這些資料 去做了一個整理之後呢 我們把24小時的 限時的這個Range 這樣的Range 全部就把它列出來 因為出來其實我們看 看一下狀況 現在現行的標準350 所謂的超大好理 那在24小時大概只有基隆 那個地方 因為他的側站 整個不容易撤到強調 他基隆呢 唯一容易撤到強調 你的站是在外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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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容易撤到 在陸地上的站 都不容易撤到 比較強的這樣 基隆比較小 那其他地區呢 其實我們看到 我們常常看到的明星人 那個影片都是超過六百 六百 隨便抓錢 十五個事件 那就稍微有辦法 那最多最多呢 多少上千 都上千 24小時都可以上千 所以 這樣的一個資料呢 會變成是 我們在防災單位的一個參考 比如說過去我們面對的災害 在整個世界裡面 那我們回頭看 氣象局最近要改變 好 氣象局 呃 他原來 原來 他其實 重點的這個 這個發佈的過於頻感 民眾的感 這個是院長的指示 院長覺得說 這個 你常常在發豪雨 那民眾呢 好像也 不會因應那個豪雨的訊號 然後呢 還是去看電影 還是去這個 這個山區登山 那這個訊號好像就對我們 你在警告災害這件事情是 沒有一個效用的 所以 這樣子就做了一個分析 然後他把大雨的頻率大概做出來 然後一年 兩天他會發一支大雨 所以那個頻率很高 好 豪雨的部分大概一個禮拜發一支 然後大豪雨的部分呢 半個月發一支 然後這個是一個半月的發一支 所以 呃 看起來 豪雨呢 每個禮拜都發 是不切無感 是不切無感 所以呢 他們就嘗試的把標準去做改變 但是在這改變的過程當中 我們很多人討論了 那 他的改變就是 他把 呃 我們在防災的基本上 200 定成他的豪雨標準 這個200 就定成了 我們原來大豪雨的標準 定成了200 變豪雨的標準 然後 超大豪雨的標準 定成了大豪雨的標準 好 這樣的做法呢 呃 他可以讓這個 時間呢 減少 大概是10點 天 好 這樣可以 謝謝 那 這個是他 收集了 水保局跟公共總局 的災害資料 那 那這張圖其實是有一些 呃 誤 誤解 怎麼說齁 這個 水保局跟公共總局 在邊波 或者在測試的部分 他是以累積雨量輸 那 那累積雨量的狀況呢 他不能 20小時的雨量 來當局對的參考 但是他用20小時 來回歸的時候呢 他就做出來說 大概 OK啦 他的這樣的調整 是可以 他的這樣的可以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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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樣看了一下之後呢 大概 呃 六百以上 可以涵蓋了所有的災害 呃 五百以上 五百以上 可以涵蓋所有的災害 那所以 呃 他嘗試的把 這個 對民眾溝通的事件 大家做一個說明 呃 當時他在訂的時候 他只訂了20小時的 包含了 20小時 大概調到八十 然後 24小時 這是大雨的部分 豪雨的部分呢 調到兩百 然後大豪雨 調到三百五 然後 那第一次開會的時候呢 所有的防災單位呢 會舉送 那 大家 所提的問題 就是剛剛發哥講的 我們面臨的挑戰 短延時強強的有需要在這裡面 好 呃 呃 這個院長最關心的那個 廣島土石流的 這個標準 好 當時我記得我們主任定的是 兩個小時一百二十 也沒有任何 所以呃 呃 我們就嘗試的去提醒說 是不是可以把短延時的降雨的訊號 可以放在這個作業裡面 那 相機當然就接受 接受了之後呢 他把 一個小時 四十 三個小時 一百 這樣的訊號 如果周老師 還有記憶的話 這個訊號是NCDR檢訊的標準 就是我們在發 提醒降雨的標準 就是這個標準 然後納到這個裡面吧 然後來做 這個大雨跟豪雨的一個提醒 那當時 呃 最會議是會議的時候 我有建議了 呃 是不是可以把三個小時兩百 放進去 當大豪雨的標準 原因是 這個標準接近 廣島土石流的標準 但是因為 氣象主義說 他們的作業 以目前的能量來講 還是有些落差 沒辦法到達 那 他答應我說 只要他們的能力 可以到達那樣的程度 他們就會把這個標準 放到大豪雨的 這個標準裡面 來提醒我們 這個標準出來之後 我們嘗試的去做了 調整過的大豪雨跟超大豪雨的這個事件 那大豪雨的事件呢 大概 呃 百分之五十四四五公共 超大豪雨的事件呢 百分之六十八 那這 這時候有一個雜音 整個雜音 就是 呃 百分之五十四五 百分之六十八 我們已經在意見中心 待遇了 好 那這個訊息 這個訊息 呃 到底對我們防災 有多大的幫助 那當時討論的結果是 我們希望是讓民眾 可以用 非 防災單位 去操作使用 那防災單位怎麼做 防災單位還是 Follow自己的標準 然後自己的標準來做這樣的事情 那 呃 這個是 這個 這個是 神力使的熱情節制 那 我們紅色的部分 就是超過那個 所謂的 超大豪雨的標準 藍色的部分就是超過 大豪雨的標準 那看起來 呃 跟操作上次的 的確是有一些差距的 那 呃 我們回頭看 應變中心的作業要點 最重要點大概是這樣 就是 這個是公文 所以一定要實行的公文 那 最重要點呢 風災它是Follow 颱風的情報 好 它沒有Follow 量 那水災呢 它有Follow 量 去年呢 水利署改 把這個改成呢 是7個縣市 達到 200豪雨 3個縣市呢 達到 350豪雨 也就是7個縣市在未來 只要達到 豪雨等級 3個縣市達到大豪雨等級 我們這邊就 會啟動 開設 好 所以 呃 這個標準是用直寫的 所以它跟 大豪雨 豪雨 這個標準是沒有關係 所以是偷勾的 所以 我們也不需要去修我們的作業規定 我們就可以逆逆它的調整 所以 這個部分 是很有問題的 好 那怎麼樣去逆逆未來這樣的一個 這個改變 呃 呃 剛剛 巴哥其實提了很多 這幾年的改變 好 那在NCDR裡面 其實 剛剛講 莫拉克其實對我們來講是一個重創 這個重創呢 呃 讓我們所有的系統 必須要重新解釋 讓我們所有的能力 要重新再去呃 呃 跟那個 各單位去做一個合作 然後我們重新的要嘗試的去 重建這個預警系統 好 那這個預警系統呢 有幾件事情是 呃 在莫拉克以後做到的 好 第一個 因為台灣中心呢 很努力的 去做 所謂的系統預報 的產品 好 那 西藏局呢 也因為他的大電腦買進來之後呢 也開始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莫拉克以後 所謂的定量降預報系統 是被重建 是被建置起來 所以 目前呢 這樣的一個資料呢 呃 呃 real time 收到的大概有 四十幾組 如果我們在用統計的方式 我們一直在做 我們已經有五十幾組的一個 量的產品 這些產品呢 都可以提供防災來使用 那 那淹水的技術呢 也在被提升 然後 玻璃的技術呢 也在被 最逐漸的開發 那 呃 這個是我們一個淹水模式 只要 雨量進來之後 他就很快速的去做過 呃 衝擊的部分是 院長教練 他就常在問說 這個 預警 有多少人在這個裡面 你要做 災害管理要用的 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在ICDR裡面 也可以嘗試的去做 這樣一個資料的建設 呃 我們過去 在氣象徒 這個 為了要方便我們自己的使用 我們做了一個 Watch 系統 這個Watch 系統呢 這個 我們董事會就說 這個叫做賣錶 賣錶系統的Watch 賣錶系統 那 呃 這個系統其實過去我們是 嘗試的把 我們的氣象 應變 你要用的資料 那當然包含了 剛剛講的 很多的 米漿資料 事實技術而已 包含無事技術的 米漿資料在這個裡面 那 建置完之後 防災的 其他的組 然後呢 就開始跟我們講說 這個資料很好用 要用的 所以呢 他們要嘗試的把他們的技術 掛在我們的Watch 上面 所以我們Watch 上面 現在已經開始了 使用者呢 你不是氣象單位 使用者呢 已經是防災單位了 只要你是 防災的需求 告訴我之後呢 我就把你的 需求放進了 我的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我的系統大概長這樣 它最早 是 氣象的資料 在裡面 那開始呢 呃 淹水的 預警的系統 開始就嘗試要掛商 那 我們大家知道 建系統其實它有一個 連結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它把所有的模組 都用模組化的方式處理 所以呢 你要抽換呢 你就直接把這個模組 抽換掉吧 所以當這個 我覺得不好用的時候 我們抽換裡頭的話 然後呢 呃 所有的模式呢 都以模組化的方式來進行 最後呢 它會跟外面的衝擊部分 去做計算 所以 它的架構大概就是 氣象 災害 然後到衝擊化 那目前這個系統已經 初步完成了 初步完成呢 它這個所有的模組化 就可以用 抽換的方式來處理它 最後我們會有一個展示見面 去做展示 那 今年呢 去 呃 我接應變的工作到現在 就剛好follow 這個副院長的 魏哲燦的指示 所以那個指示呢 一定自在 那它一直強調說 呃 各單位其實的 技術發展育體 非常的成熟 呃 包含了這個 氣象單位的禮堡 包含了 水保局的肚子流的育體 這個技術是成熟的 我們不能 呃 這個 這樣講 我們即使在努力 我們也不能把它給學安掉 它是已經存在了一個 非常好的技術 所以 對系統來講 呃 怎麼樣去廣泛的 利用各部會的資訊 這些事情 會是 這個 這個提升它的效率的 一個 一個方法 所以 呃 呃 在今年開始 我們把水保局 水利府的預警資訊 直接就納到這個系統的來 它可以很快的 抓走 這個水保局現在的一個 一個發佈的現象 水利府發佈的現象 然後呢 因為我們在 應變中心裡面 有一個情勢演辦會議 這個會議呢 大家是要討論出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專家系統 在那個會議裡面 可以修正所有的一個 預警的資訊 最後呢 會對地方發佈 這個 目前已經完成了 好 它怎麼做 呃 它怎麼做 在玻璃災害的部分 雨量的計算是一個關鍵 所以呢 它嘗試的用 玻璃災害需要的雨量 做計算 然後呢 做完之後呢 配合了玻璃的結結子 甚至玻璃的結結子 好 去做出 它執行的一個 警戒資訊 然後再把 水保局的警戒指 納進來之後 去做一個比較 好 在專家系統裡做一個比較 好 然後同時它也可以把 過去發生災害的一個狀況 大陸到分家系統裡 最後呢 在這面中就會看到一個 所謂的警戒 向正跟道理的部分 然後以一個 一兩個方式來呈現它 那雨量 我剛剛講 雨量計算就變得很重要了 我們在這裡面的系統裡面 在玻璃的部分 它的雨量呢 呃 包含了三天的 三天前的六天 它會做一個 waiting的方式呢 你做調整出一個 降比值 然後呢 再加上未來的 24小時或 48小時的雨量 所以呢 這樣呢 會有一個 11天到12天的一個 雨量 呃 包含了 觀測 包含了 預防 變成是一個 歐地疫情的一個 一個資料庫 透過這個資料庫呢 我們配合各地方的一個 警戒狀況 我們就可以來做 一樣的發布 那淹水的部分比較簡單 因為淹水它不涉及到 過去的那個 冷機一樣好 所以它就用 13沒有1224的雨量 來做 類似剛剛的事情 然後它同時也把 數一數的 液體體 也納進到專家系統裡面 來做的 最好 最後就可以發布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是 呃 目前系統的 呈現的一個情形 那 院長也是交代 一定要用 七項局的 預報預量 好 上面這一組呢 是用 剛剛發哥在講的 七項局的六小時的 預報預量 好 來做的一個 那 這個部分呢 是 用現況的 就剛剛講的 過去的 十一天 過去的 九天的 觀測資料 去做出來的 一個 這裡呢 是水保局 發布的 五十六的一個狀況 那 下面這個呢 是我們 為了測試 所以我們拿了一組 細菊預報的資料 來做一個 對抗 那這個結果 大致上 還是可以 掌握到 那樣的一個形象 那 大概 土石流的部分 大概 這個地方 是因為 雨量 就變一點小 之後 還是消失 黃色的水泡 所以這個系統 看起來 是可以 所有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狀況 那 那淹水部分也一樣 我們也做完了 這個是 基石的一個建設 這個是水泥煮發布的一個 液警 那這個是用 氣象局 預報一樣來做的 那這個是用 一個 一組器具來做的 那最後我們可以用 專家的方式來處理 那警戒值的部分呢 隨時可以調整 只要調了 我們只要透過這個 系統 它就自己轉換 所以它是等於是用 抽換的方式在處理 所以 我們可以follow任何的警戒值 在不同的時間來做 做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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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一定會問說 一定會問說 這個系統到底好不壞 我們的 教練方式跟氣象的教練方式不一樣 因為每個地方的警戒 是不一樣 那一般氣象在做教練的時候 我可能用個什麼 200 350 或130 當作是一個 criteria 然後達到這個值呢 它就認為是等分了 好 那我們這裡也是 我們這裡把 水保局的警戒值 在每個網核點上 變成是它的 它能力 然後呢 如果我的預報 在那個地方呢 能夠達到水保局的警戒值 我們這才能算等分 透過這個方式來看 它到底符不符合 我們的疫情系統裡面的使用 那 這裡面大概就用兩個等分 一個叫做 有TS 比較8S 我們看後面幾個 藍色的部分呢 是 氣象局 預報的結構 那 這個條狀的這個資料呢 如果 依於這條紅線 表示它的 預報的預料是 低估的 低估的 超過這條線呢 是高度的 所以我們看到 藍色氣象局 8部隊展示的一樣 它明顯 在預料預報上 是低估的 好 低估的 但是氣象局的 反而是高度的 好 那在 呃 因為我們在做 玻璃災害的話 是以累積量為止 累積的 狀況為止 所以當你開始做累積的時候 呢 在後期 其實氣象局的 力量變得差 所以 呃 在玻璃的預警上面 我們如果可以使用 氣象局的預報的 這個預料其實已經有一個水準 所以 不盡然是一定要用 所謂的 息急預報這件事情 它已經提供了 足夠的訊息 在 比較後期 越後期其實 災害發生的幾率是越大了 所以 你目前的這個狀況來講 其實氣象局 6小時的 預報量 是足以提供 玻璃災害 預警的一個 這個 預報資訊的 這樣一個結合 那 細節的部分 反而在後期 它會跳下去 見得是好 所以 在使用上面 不同的資料上 有不同的特性 那 淹水的部分 當然就完全要使用 這個 解析度高一點 這個 藍色是氣象局 因為它是 6小時一個 這個 這個 所以 淹水的部分 通常是 反延時為主 所以 反而氣象局的 預報量 在淹水的部分 使用上面 狀況是 在問題上 可能就變得 要去採用 所謂的 吸氣預報的部分 來做淹水的 這樣的一個結封法 那 目前我們看到的結果 大概是這樣 在我們系統裡面 還有一個 因為我們用了 這個 雷達 估計這樣的資料 來當作是 我們的 英文資料 那這樣的一個資料呢 它的反應 比 雨量站的反應好 雨量站的差異是 當這個地方在下雨 Local的時候 我這個雨量站呢 在外圍 在雷里報的外圍 那我會 測不到那個 雨量大小 甚至我會低估那個 雨量 但是呢 時期已經造成了災害 還沒有反應 這個事件呢 大概就是這樣 今年 5月12號 台南安南地區 有一個 短月市的 煙水行星 然後這個時間 我們 全 全中心所有主導隊 叫到主任市 去罰站 因為他們家在台南 台南淹水 來問我們說 我們系統到底 做不到 那 我們系統呢 是有這個訊號 是可以tap down 那水利署幾届 最後才罰 所以它的時效是比較晚 但是 最近我們還是 常常被 叫到主任市 罰站 因為那個 台北這個 前陣子 又淹水 那 他常常就問我說 這個訊號 為什麼 你淹水罰 不然我就算了 氣象局的監測資料 到我們 到警戒指 這樣的一個狀況 發布 可能要超過半個小時到四十幾個小時 為什麼 原因是 假設 假設 我們設的都是十語量 那 剛剛發哥講說 一百小時 我們如果講一百二十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下一百二十 那也就是十分鐘要下 所謂的二十個mm的力量 那 一般我們剛剛定義的 一個小時四十文化解決 它要兩次的觀測 它才達到 所謂的 一小時四十的mm的力量的強度 被記錄下來 所以呢 這個監測呢 就會在系統上 玩了三十分鐘 因為你 十分鐘的觀測 然後呢 再到二十 二十分鐘的結果 之後出來會完 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之後呢 再 剛剛才到 發布出來之後 大家看到事實還好嘛 對不對 但是每個小時二十 那個地方已經開始沒水 已經開始計水 所以 民眾的感覺 跟我們系統的感覺 就有差異 就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就有非常大的落差 就有非常大的落差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被 主任教訓發展的一個原因 比如說 人家都已經打電話 告訴我 下大雨 為什麼你的系統還沒有訊號 所以 這變成是我們 在處理畫面的一個結果 但在應變的過程當中 其實時需就很重要 尤其是 這個是在 湯瑞的時候 我們開始 嘗試在使用 現在水報局 已經在用這樣的一個 邏輯在做一包 也就是說 當我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一包 它會達到 紅色間接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能看它 晚上或白天 就可以去做一件 超負負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資訊 就 必須要大量的使用 後面的運動設備 所以 如果以剛剛的那個例子 來做研判的話 氣象局的資料 就足以去讓水報局 做這樣的一個操作 那系統裡面 我們剛剛講 我們需要的是 所謂的 衝擊 或者是影響的狀況 那在 在我們系統裡面呢 我們也嘗試的把 這個 這個 國家的一個比較高解析 無影能力的地理 資訊的 解析的資料呢 嘗試的去做到了 QB上網 有1.3公里的一個狀況 那它是以 我們氣象常用的 百分比的方式來做 所以每個格子 還來告訴你 說它 這個佔了百分比 六少 那人口數呢 我們也做進去了 那人口數的部分 我們最近做了一個詳細 小區 我們用 手機的 定位的訊號 然後呢 來判定這個區域裡面 有多少人 那它的訊號呢 是可以被 是可以隨時間片段的 所以我們會研判說 人呢 在居家的時候 人上班的時候 或是在 通勤的時候 它的人口是會變化 透過這裡來做這樣的處理 那 大台北地區 我們嘗試做了這樣的事情 那未來 我們可能全省 如果透過 手機訊號 然後甚至透過 社群的這樣的一個訊號 我們會嘗試去做 類似人口變動 或者是 這個處理的一個情形 那這裡面呢 那就可以被我們在 災害 預警裡面 去做 所謂的 衝擊研判 有些地方可能 人都測光了 沒有 沒有任何的訊號 或圖石榴 在保全戶裡面 說不定我們也可以 用那樣的方式 去了解 裡面有沒有人 還在裡面 透過這個方式 來做什麼 所以這個 這個工作目前我們 一樣還在裡面 不過我們希望能夠 未來能夠做得更 完整一點 那 整個系統大概會長得一樣 氣象的羽量製造出來之後呢 通過淹水的一個處理 最後呢 去算一個衝擊 最後 在應變的時候 我們能夠建立 那這樣的一個邏輯 在系統裡完成就完了 好 那去的 怎麼樣 前年 去年 去年 這個 這個 副院長 院長 每一個颱風要用 十個路徑 三個路徑 對不對 那在系統裡面 他自動會找 最可能的路徑 包含了速度快速度慢的 偏左偏右的 然後跟官方路徑 去做一個 對 然後呢 要重新去建五組資料之後呢 去做出他的衝擊 這個系統 自動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 未來如果 需要做這樣的一個參考 這系統就會自動自己 從這樣的一個資料 好 那最後 呃 我要講的是 剛剛這個發哥在提的 這件事情 就是說 呃 其實在 這個也是我們被叫去罵了之後的結果 因為我們主任把我們叫去罵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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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向太主 沒有細節 好 那於是呢 我們就開始把所有的 郭地的風險 的資料 從地料 從地料 從水報局 的資料呢 重新去把它 呃 連結之後呢 我們去做偽網畫 這個都已經做了偽網畫 所以他已經到QB上網 的偽網畫 所以呢 图石流 哪一條圖石流 在哪一條圖石 我們都要錄完 所以呢 對我們來講 只要 我把QB上的資料弄進來 然後呢 去follow 剛剛我們在算圖石流 計算的公式 好 跟方法 我們就可以用QB上的隔網 去做圖石流去解 這個已經做完了 好 所以 我們把圖石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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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資料 我們都已經做了隔網的資料了 那所以 呃 這個地區 開始要興建 高潔性的雷達 這個雷達 這個雷達資料 進來之後呢 我們希望在每個格子上 就可以對應到我們 這個 防災的一個 點位跟重點 這張圖 這張圖來講 我們就已經把 所有台北地區 可能的 那個 土石流警戒的 這個 這個 溪流 顯示溪流 都標定在那個格子上面 所以呢 未來我們只要掌握隔網資料 我就可以同時掌握到 這個 土石流 浴警的 這樣的一個程序 好 所以它就會變得 從原來的影量站 變到了所謂的 這個 雷達的格網資料上面去 那 這個也可以提升 過去在 雨量站的 不足的一個情形 那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雷達技術的經濟 怎麼樣 讓雷達估計 這樣的資料 的品質越來越好 好 那這個就變成說 我已經到了那個 BASS上 就是我已經建好了 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未來就看 氣象界 怎麼樣把這個資料做好 然後呢 讓防災界可以來使用 所以就這個 當我們準備好這件事情的時候 氣象就知道 他怎麼樣把這個 未給通縮的防災 的同能來使用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在做 所以呢 未來只要這個資料可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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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的更新 或者是建設新的資料的話 那這個 有朝一日應該是一個 非常管用的一個系統 那 目前架構的關係 那未來的開設事實在 這樣 以上大概是我的作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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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